艷陽高高掛 日頭恰恨 持續來到了六月底 天氣真的好熱 但是路上卻出現長長人籠 就怕會晒到中暑 民眾把陽傘 草帽 扇子 通通都拿出來 小朋友坐在店門口 迫不及待拆包裝 就要吃冰涼的這一味 檸檬棒棒冰超熱燒 位於花蓮新城鄉 這一間老字號的冰果室 端午連假 顧客絡繹不絕 花蓮的太陽非常的熱情 太熱情了 讓我們無法照見 對 喝過檸檬汁會不會感覺好一點 有 會比較清爽消暑的感覺 不只棒棒冰 酸酸甜甜的檸檬汁 也是人手一瓶 大概多 比之前的廉價 大概多二到三成的量 國旅熱點花蓮消暑冰品市場 競爭激烈 七星壇也有一間網美冰品店 外觀是矮矮的平房 裡頭卻是極簡風的店面 挫冰 鹹甜鹹甜吸引顧客 室外溫度越高 生意越好 另外在基隆海邊也是人潮滿滿 家長們都帶著小朋友前來 甚至寵物也可以一起玩水消暑 單日入園人數預估破五千人 四天廉價預估就可以吸引兩萬人前來 而根據氣象局資料 二十三號的最高溫出現在台南北寮 來到三十六點五度 雲林 高雄跟花蓮的玉里 也都有三十六度 未來幾天還是有機會出現高溫 出門得記得防曬充分補水 TVBS新聞高中 黃凱晉 花蓮參謀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